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星期澳洲股市累计最多 也只是下跌了5%左右 虽说比较多 但是对比一下欧美10%的下跌 已经是烧香拜佛了 那么在周五呢 总共是低了0.9% 澳洲股市收盘5838点 中国股市呢 却上涨比不过老美 但是下跌是完全不输 在上周五 上海和深圳再次发生暴跌 上阵指数创出8个月以来的新低 跌了4.05% 收盘呢 是收在3129点 距离之前3450点的高度 已经下跌了10% 深圳方面同样也是下跌3.58% 毕竟呢 差点跌破的是一半点大关 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上个星期 上阵指数一共跌了9.6% 创出两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回 欧洲股市在上周同样下跌 德国下跌1.25% 英国 法国大约是1.4% 美国股市在上周五是大起大落 曾经一度暴跌500个点左右 但是收盘的时候顺利上涨 最终三大指数呢 涨回来大约是1.4% 除了股市以外 黄金方面没有太大变化 下跌0.3% 这个也是从侧面呢 这个说明目前的世界主要投资者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恐慌 金价没有发生暴涨 在其他方面 比特币在过去连续四个交易日出现上涨 最新报价大约是8500美元 那么今天我们热门话题还是说一下这个上周的暴跌到底是一个调整的结束呢 还是一个危机的开始 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 美股首先带头出现暴跌 在第一次暴跌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只是标题党出现了几篇文章 第二次暴跌 有的朋友开始平仓和止损 但是第三次暴跌的时候 终于市场发出了 或者说呢 已经开始流传那些危机的言论 或者说什么十年一度 这个97年亚洲金融危机 07年世界金融危机 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 是不是有一波更大的危机 同时说到呢 这个美股的下跌一旦破了10% 就奔着20%回去 还有2000多点的余地 等等这些言论 终于在第三次暴跌之后 慢慢开始浮现 很多朋友们呢 相信在上个星期日子也非常不好过 如果投了钱 如果是投在股市上 指数上和外汇上的话呢 走势跟过去的四五个月相比都是大相倾听 可能呢 会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心情变得无比之恶劣 那么对此呢 其实我跟大家说还是一句话 为什么我们会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或者是对于这个损失是无比心情之恶劣 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源自于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不自信 对于自己投的东西不太了解 就像我们从去年说的 比如说看好A50 去年全年你任何时候买呢 似乎都是赚钱 大家可能就习以为常认为 我只要买了A50 它随时买都可以赚钱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天天上涨 月月上涨 虽然包括恒真指数也好 A50也好 华尔街也好 在去年涨幅达到了30%左右 但是你指望今年也有30%的涨幅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特别是在今年1月份的上涨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预计A50的涨幅仅仅是只有2000个点 今年年底大约是在15000左右 但是在1月底的时候 它已经到了14800了 你说剩下的11个月 你让我们怎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不能看出 这是上周四 上周五 上午的时候 A50的走势 当时已经跌破了关键支撑线 但是又顺利地爬了回去 到了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是今天的走势图 一度是跌破 而且收盘已经跌破了12800点支撑线 造成了很多客户心理上的担心和害怕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们看到A50指数从技术上又重新爬回到了12800以上 那么只要现在再不要再去跌破12800 再变好 更多的美元再回流 中国地方也是一样 GDP在上升 欧美股市在慢慢回升 经济在好着 这些大的方面没有改变 即便说美国要加息了 欧洲要加息了 但是他们目前各自货币的利率 距离标准利率还有距离 什么是标准利率 平均就是1.5%至2%的年化利率 在达到这个利率之前都属于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 所以说正因为有以上这些大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我对于现在的回调 我认为不会是一个危机的开始 那么既然不会是危机的开始 我们就要等待这个回调的反弹来 像刚才说到的A50 我们看到已经爬上了12800 那么只要再有一根日线图级别 完整的在12800以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 是不是要重新进场 同样这是华尔街 也是一样两次打破下方 一步支撑 但是都在当天收盘的时候回升 而且今天开始消盘盘 所有的这些虽然我们不知道 不能保证未来它一定能够上头 但是从目前的图形形态来看 现在这个调整的形态是非常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调整就是指下跌是短暂的 是暂时的 过去已经一周了 我们保守的说通常就算是这个星期属于平稳期 那么再过一周很有可能就会迎来曙光 或者说曙光也许从这一周就会开始迎现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节目 感谢您收看国马克思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